年輕學子現在幾乎都是人手一機 對於資訊來源以及知識上的汲取 偏來網路上的搜尋 學子們也就跟著很少再進入圖書館了 左營高中圖書館為了提高學生們的閱讀興趣 特別連結四例圖書館 讓學生們不再受限於學校的藏書數量 甚至可以假地借書 以地還書 不用再為了借一本書籍而四處奔波 因為以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學校其實都希望 我們圖書館這邊的資源 可以更共享 也就是說其實他們在租借書上的話 如果假設他們在這邊想要續借 或者是說有想要借約總圖的書 他們可以在這邊先預約 然後或者是說 可能在這邊做續借的動作 那我們兩邊的系統其實是有互相連線的 那這邊也會讓學生其實可以更便利的 使用我們高中市民的資源 然後也可以同時使用校園的圖書資源這樣子 以前借書比較複雜 現在有新的機器這樣方便很多就比較快速 因為現在 在左營圖書館有跟那個左營圖書館合作 然後所以如果我們左營的學生要在那邊借書 或是想借左營的書在這邊就可以借得到 或是你要還書也可以在這邊還 所以對左營學生來說就很方便 左營高中圖書館在2020年校慶活動時 與左營圖書分館結緣 進而結合了圖書資源共享借約方式 讓借約與還書更加方便 加上學校優質的閱讀環境 學子們可以暫時放下手機 針對不同的書籍內容 來進行學士上的研究討論 那邊有座位去 然後大家都可以一起讀書 然後因為這邊又不是一個很密閉的空間 也不用動 也可以討論一些東西 不像左營可能就要真的很安靜 因為我覺得紙本比較有溫度 所以相較之下還是比較推薦學弟妹來 圖書館結約紙本的閱讀 可以讓我們放下手機去感受書的溫度 然後大家也可以一起探討書的內容 就是不用一直去用手機之類的 書本的溫度是冰冷的手機所無法取代的 分開一頁頁的知識 如同品嘗美食般的細腳蔓延進而吸收 加以善用現有的學習環境 對未來的成長 也將會充滿把握的面對 左中圖書館讚 記者的佳龍採訪報導